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导 落实节约用电是爱护地球的好方法 但您知道吗,省电除了减少电费支出 还可以参加抽奖活动 邀请住宅用户一起来参与 今年更扩大举办了网络有奖侦达 您只要上网阅读节约用电的方法 并答对省电相关的问题 就有机会获得最高10万元的奖金 和智慧型手机等好礼 节电游离,台电游离 百万省电达人,站出来 省电不只爱地球,省荷包 还可以参加抽奖活动哦 只要您七八月份的用电 比去年同期省了10%以上 或是参加网络有奖征达 并且写下您的省电心得 就可以参加抽奖活动 有机会抱回智慧型手机 平板电脑或最高10万元的奖金 我们从97年开始办理这个电费折扣 其实每一年都有很多户得到折扣 以去年来说大概就有300万户左右 但是我们晓得这几年下来 这300万户里面 很多都是因为家庭人口移动 可能是出国或者什么原因 产生的这个节电效果 这不是真的节电效果啊 所以我们就想要奖励真正 有节能省电的实质的用户 我们来奖励他 那我们就想到 就是说来办一个连续 就是有别于奖励措施的 是连续两年 而且第二年又比前一年 就是再省10%的这些用户 102年的颁奖活动 于10月8号举行 除了邀请电心女孩热舞表演 也别出心裁的 邀请省电达人们 分享自己的创意省电配方 现场PK节电妙招 好康再加码 获得第一名的省电达人黄小姐说 其实节能是很简单的事情 只要举手之劳 就可以为自己每个月省下 上千块的支出 今天非常的高兴得到这个大奖 而且是我人生的大奖 而且这个做起来很不费事的 就是从你日常的生活当中 然后没有想到说 因为我本身自己也是很环保的 我也就是喜欢骑脚踏车散步 我也走楼梯 我不坐电梯 然后家里的冷气 我也是维持在大概26度 我一个晚上大概吹两个小时 其实这样子的话对皮肤也很好 不至于太干燥 那以后我还是会再持续做下去 台电为了推广节约用电 从自身做起 落实于日常生活 特别办理了住宅用户 节约用电的抽奖活动 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 做环保爱地球 如果您今年又错过了这个活动 别忘记明年来和省电达人们 一起顾荷包 赚好康 台电公司高一胜张志永 沈云军台北报道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会 我们下周再会 我们下周再会